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多媒体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台北商业技术学员资管系唐欣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多媒体应用的第16个讲次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魏玉宁同学担任本课程的助讲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多媒体应用的助讲老师魏玉宁 那待会会有我为各位同学示范 Odacity这套软体的一些操作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在上个讲次 已经跟各位同学简单介绍了 Odacity这套软体 它对于声音的处理 其实它的功能还蛮强的 那接下来在这个讲次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Odacity这个软体呢 它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功能 比较特殊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在这个讲次呢 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主要的教学目标如下 那我们主要的教学目标 第一个就是 Odacity这个软体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录音 那第二个呢 关于声音档 关于声音档 它可以去调整声音档的音量 节奏跟音调 那第三个呢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那它可以消除人声 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特效的一些效果 那最重要第四个呢 就是它可以去做一些混音的处理 那这个各位同学大概在那个 如果经常使用Windows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可能会常常会看到 有一个叫做录音程式的 这个这支小程式 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那在Odacity这个软体里面呢 它一样有一个基本的 那个录音的功能 一样有一个基本的录音的功能 那这个在Odacity的软体 它除了这个录音的功能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声音处理的一些效果 跟一些功用 它能够比我们平常使用的 这个Windows作业系统里面的 录音程式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在Odacity这个软体里面 那如何进行这个录音的这个动作 那各位同学其实也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PowerPoint 这录音的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先检查 各位同学的电脑设备 那各位同学电脑设备呢 不管是NB或者是PC 那有一些电脑设备 它有一些内建的这个录音的设备 比如说它有内建的麦克风 那如果没有内建麦克风 没有音效卡的话 你可能就必须要先采购这个 麦克风跟音效卡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录音程式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一定要先确认自己的NB或PC 是否有这个录音的设备 那接下来呢 当我们已经确定好 我们的录音设备 已经ready 已经完整 已经可堪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开启这个 Audacity的这套软体 那开启了Audacity这套软体之后 我们可以先试录一段一小段的声音 我们可以按下录音键 按下录音键 然后就开始录音 然后最后储存档案 所以它的步骤非常的简单 就是按下录音键录音 然后储存档案 不过这边要提醒各位同学的就是 在Audacity的软体呢 它储存这个档案 它是以.AUP的方式储存 它是AUP的方法储存 那也只有那个Audacity的软体 可以开启可以编辑它 那我们建议各位同学 在储存档案的时候呢 是以汇出.Wave档 汇出.Wave档或其他的那个 声音档的格式 这样会比较方便 好 那我们在做录音准备之前 除了刚刚跟各位提醒的 必须要先确定自己的电脑设备 是否有音效卡 是否有录音机 是不是有录音的程式以外 那我们还必须要调整一个 调整一些部分 才能够实际做录音的动作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 在自己的那个家里的电脑 在右下角按音量的部分 你就可以开始开启一个那个录音的这个 声量调整的这个功能 在声量调整的功能呢 那个各位同学双 double click 就是双按音量图示 那各位同学可以发现 这个是在这个window的界面下面 它的音量图示 那各位同学必须去选择 必须选择这个内容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其实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呢 你会发现它选项跟说明 有一些像wave sw合成cd音量的调整 这些选项 你其实而且它还有这个中间 这个平衡的选项 那各位同学可以自己调整 你要的这个选项的部分 不过呢 我们建议各位同学呢 在这个选择选项内容以后呢 进到下面一个步骤 下面一个步骤 那我们建议各位同学选择audio input 选择的audio input 那audio input它里面有三个选项 有播放 有录音 还有其他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进行录音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选择录音 选择录音的这个功能 好 那那个录音功能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进到下一个 这个调整音量大小的这个选项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荧幕上面 这个音量大小的调整呢 这基本上就是刚刚我们有勾选的这个设备 比如说录音的控制 CD的音量 麦克风的音量 然后线路的音量 立体声的混音 那这些音量跟它的左右平衡 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 好 那各位调整完这个 这些这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启 audacity的这个软体 然后去点选录音的功能 好 那各位开启了audacity的软体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那audacity软体的控制 控制列里面 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控制的工具列 那个我们画面的中间的这个 红色的圆圈圈 它就是一个录音键 这个跟我们平常 不管是录音笔或者是录音机它的键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它的右边呢 它右边呢 这个它的这个控制列的右手边呢 这个是两个正方形 两个长条的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一般所称的这个暂停键 然后那个正方形的这个就是停止键 然后停止录音的键 然后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播放键 就是play 这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录音机 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各位同学也可以看到它有像最 像最左跟最右 它是调整这个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个录音的步骤 像最左跟最右的这个键 好 那录完音之后呢 我们这位同学其实只要按到中间的这个红色键 就可以开始进行录音的过程 然后各位同学待会可以自己在家里试录 那个你用自己的那个PC或NB去试录一下 然后试录完之后呢 各位同学可以进到下一个画面 各位同学进到下一个画面呢 就是从这个档案里面去另存新档 好 那我们跟各位同学讲 如果你录完了这段声音档以后呢 如果你直接储存档案 它是点AUP的格式 那如果你另存新档呢 它可以是点WAVE 或者是其他格式的声音档 它可以给其他的这个程式使用 好 那那个各位同学 我们那个时间到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这个课程 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录音的部分 那首先呢 请各位同学先开启Odyssa里这条软体 那在我们录音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调整我们的设备一些设定 那我们先来到右下角这工具列这边 我们会看到一个音量 那我们先点选滑鼠的左键两下 那到这时候呢 我们到选项里面有个内容 我们点选一个input的一个 audio input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这时候会看到下面 有一些音量的控制 那我们先把所有的一个部分都打勾 那这时候按一下确定 接着会跳到录音控制的这个画面 那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麦克风音量大小 当我们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先把它关闭 那当我们用Odyssa里到软体的录音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工具列的这个按钮 就是红色的按钮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录音 这是一个录音档的测试 那当我们录完音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暂停 这是一个停止录音的按键 那我们录完音嘛 我们一定会想要知道我们刚录的结果 那这时候我们再点到我们刚刚录完成的这个档案 我们点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按一下播放键 这是一个录音档的测试 那以上就是我们刚刚所录音的结果 那各位同学可能还会想知道说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录音方式 那Odyssa里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就是我们利用电脑的一个播放程式 播放一个音乐或是音轨 然后可以一边进行播放 一边进行录音 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把我们的 刚刚所录好的这一段 我们先把它移除 那这时候我们到另外一个程式 就是Windows Media Player 我们这时候放一下额外的一个音乐 我们这时候点选播放 那当我们录音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听一听看刚刚所录音的一个结果 那以上就是Odensity的基本的录音功能 那我们把时间交往给唐老师 好 那个我们现在为同学 帮各位同学介绍的那个基本的录音功能 那录音功能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各位同学在家里可以先自己试录看看 不过跟各位同学提醒的就是 我们如果要对一个这个声音档 就是我们要先试录的话 就是说其实各位要先做一些基本的这个 的设定 那这个基本的设定包括这个麦克风的设定 包括那个音效卡的确认 那这个是基本的要件 那如果各位同学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面授的时候跟面授老师请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那个 它这个Odensity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括音量的调整 包括节奏跟音调的这些调整 那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那个音声音音量 在声音档的部分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录音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有的时候录音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可能声音的声音档的音量很小 好 那如果我们有办法重录的话 那当然很好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重录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透过Odacity的软体呢 帮助我们将这个音量 那将这个声音的音量做一些调整 好 那音量 声音档的音量的调整呢 它基本上是以那个 以分贝的方式 Decibel 以分贝的方式为单位在做调整 那有的时候我们声音档的这个节奏呢 它比我们预计的节奏更快 我们希望将这个节奏调整 比如变慢或变快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将声音档去做这个百分比的调整 做百分比的调整 譬如说我们可以将声音档呢 比例那个播放的时间调整 增加10%或减少10% 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节奏速度 好 另外第三个呢 这些声音档 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对这个声音档 本身它的音调去做一些处理 譬如有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档 可能音调太低 或者有时候音调太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声音档呢 以音程 以半音程 或者是以频率的方式 或甚至以百分比的方式 来做一些调整 那要做这个调整呢 其实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各位同学打开Audacity软体呢 请打开一段声音档 像我们刚刚录制的声音档一样 打开了这个声音档之后呢 各位同学可以选择效果的这个部分 好 那选择效果的这个部分呢 选择效果的这个部分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它这个效果有一个增幅 那增幅呢 它下面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增幅是 那个增幅是分贝db 那各位同学 如果你确定你要的增幅 是以多少分贝为增加的幅度呢 你可以直接将你的分贝数填上去 例如我们这个PowerPoint上面 给大家看到的15.2 表示说我们希望将原本的声音档 这段声音档以15.2分贝的方式增加它的 增加它的这个幅度 那当然它还可以去增加下面的这个 新增峰值的证幅 那各位同学也可以去试试看它的功能 那如果不知道如何增加呢 各位同学可以发现 这个在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刚刚的那个PowerPoint上面呢 中间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调整的这个按钮 调整的按钮如果往右呢 它增幅就越大 往左呢它增幅就越小 那增幅完之后呢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这个音量 到底是不是当 这个音量大小到底是不是当 通常在所有的这个效果的调整之后呢 它的左下角都会有一个按钮 叫做视听的功能 那视听的功能其实就是让我们去试试看 我们做的这个调整之后 声音档它的效果是如何 通常这个视听的功能都只有三秒钟 那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 刚做的调整呢 它是否达到我们要求的这个目的 那我们在课本后面的习题后 有一题后就是请各位同学 将这个音量调整一倍 那各位同学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在如何将这个声音档的音量调整一倍 那另外第二个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这个音调的调整 音调的调整 那音调的调整呢 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声音档的那个音调 可能太高或者是太低 男生的音调通常比较低 女生的音调通常比较高 那如果我们调整音调 我们常常可以将同样的一个声音档 将男生的声音变成近似女生的声音 那同样呢 把那个女生的声音音调调低 它可以变成比较低层 比较接近这个男生的声音 所以音调可以直接在这声音档里面做一些调整 那调整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我们一样也是先选择一个一段声音档 选择一段声音档 然后选择效果选项里面的变换音调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变换音调的这个选项里面呢 它上面有音高 音高的选项 它可以直接调整音高 那如果各位同学了解音高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这音高的选项从哪里调整到哪里 那如果并不是很清楚 它上面有一个向上或向下 或者是一个半音层 半音层的选项 那各位同学可以去调音层或者是音阶 它是以半音层或半音阶的选项来调整的 那如果我们对那个音层或音阶也并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改变它的 直接改变它的频率 声波的频率 或者是它的百分比 或者是它的百分比 所以改变音调的方式呢 一共有三种 一共有三种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试试看 改变完音调之后呢 选择左下角的试听 然后试听看看 那个调整音调之后的结果 那节奏的部分也是这样 节奏的部分也是这样子 那各位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调整那个节奏快慢 对于我们声音档 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请那个魏同学 帮我们介绍这几个 基本的声音档的效果处理 好 我们将时间交给魏同学 各位同学 那我们先来看到一些 效果上的处理 那首先呢 请各位同学先开启一个档案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对我们的声音档 进行编辑 产生效果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先从中 从我们的音轨当中 我们先选取一小段 然后来作为测试 当我们选取完之后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我们刚所选取的范围 那这时候呢 我要对我们刚所选取的部分 我们进行一个把声音放大动作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到效果 我们点选效果 我们点选效果里面的增幅 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增幅的一个选项 有一个视窗 那我们可以藉由调整控制棒 和时间输入参数的方式 然后来调整我们的刚所选取的一个音轨 那当我们选取完之后 我们按一下确定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坡峰图上面 看到说我们刚所选取的部分呢 现在它的那个坡形似乎放大了 那我们再听一下我们所编辑的效果 那各位同学可以发现说 我们刚所编辑的部分 它现在是呈现一个放大的动作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第二个变更音高的一个动作 那这时候我们先来到效果里面 我们点选变更音高 变更音高里面可以改变取自它的音调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升降记号 然后不同的曲调都可以供我们做选择的动作 那当我们选取完 几次的令参数之后呢 我们点选一下试听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 我们刚所选取的部分 它整个曲调目前已经改变了 那以上就是增幅以及变更音高的动作 那我们把时间交用给唐老师 好 我们谢谢魏同学 帮各位同学介绍了这个基本的功能 那我们各位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 好 那个各位同学 我相信学到这里 各位同学会发现 ODESTE这个软体对于声音档的处理 其实非常的有用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它其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 其他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那第一个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它可以消除人声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档里面 有人声跟音乐搭配 那我们有人声跟音乐搭配的时候 在这个ODESTE软体里面 它可以有消除人声的功能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音乐的制作上面 我们希望有淡出跟淡入的效果 像譬如说我们希望有声音由远而近 或由近而远 所以这个叫声音的淡出跟淡入的效果 那它可以创造一个有场景 有立体的一个感觉 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那个声音有回声 或者是一些重复的效果 重复的效果 那这些效果呢 其实在这个ODESTE软体里面 它都非常非常容易处理 那我们首先跟各位同学介绍 那个去除人声 那个去除人声的效果叫做 那个Vocal Remover 那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这个Vocal Remover 它只有在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才有 那如果同学使用的ODESTE 是比较旧的版本 请您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那那个比较旧的版本呢 它没有这个Vocal Remover的功能 而且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功能是以英文的界面来呈现的 那我们更新好这个版本之后呢 各位同学一样开启一个声音档 开启一个声音档 然后再从这个效果的选项里面呢 请你选择那个Vocal Remover的这个选项呢 你就会进到这个界面 你就会进到这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里面 它一样有几个选项 有几个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呢 是Remove Vocals Or View Help 那Remove Vocals呢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以一个 智慧型的这个方法来判断 是否要移除人声 这段声音档里面的人声 那第二个选项呢 是Remover Choice 你可以有一些那个 移除的一些选项 简单移除或一些其他方式的移除 那第三个的那个选项呢 是那个Frequency Frequency Bend Lower and Upper Limit 那基本上就是在移除人声的时候呢 你要移除的这个频率的赫兹 那我们在PowerPoint上面 给同学秀出来的是 500赫到2000赫 这一段这个空间要移除 那各位同学其实可以试试看 在家里试试看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其他的这个效果的选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希望 在这个声音档里面 去做一些由远而近 或由近而远的效果 那这个感觉上是 这个感觉上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场景 立体的一个场景 那这个效果呢 可以在可以直接在 Odacity软体上面做出来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 对于某一些 某一些声音的频率 或者某一段的声音档呢 去做一些重复的动作 那在这个重复编辑的动作呢 也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通常在做这个 效果的淡入淡出 还有效果的重复呢 它的方式非常简单 都直接开启了我们的声音档之后 在效果选项里面 选择淡入 选择淡出 或者是选择重复 那如果我们选择重复的时候呢 基本上各位同学看到 这个画面上 这个重复它会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输入 输入值 需要重复的次数是多少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 你按预览就可以知道 这个刚刚选择的一个结果 那关于这个淡入淡出 还有重复的这个效果呢 我们请魏同学 帮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淡入淡出 跟重复的一个效果 我们将时间交给魏同学 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淡出淡入 以及重复的一个效果 那首先呢 我们先开启一个声音档 那这时候呢 我们点选声音档一下 这时候我们到效果里面的淡出 我们点选一下 那各位同学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坡风图上面 看到说我们的一个坡形 它是由大到小 那这是一个淡出的效果 那我们来试听一下 它淡出的效果会是如何 那所谓的淡出呢 它就是由大声到小声 然后慢慢做个结束的动作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淡入的动作 那我们一样点选我们的声音档 接着我们点选效果 淡入 那这时候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当我们执行完淡入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的坡风图 它的坡形是从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坡形 那我们这时候来试听一下它的效果 那这个淡入的效果呢 它就是从小声 从一开始很小声到后面越来越大声 一个渐层的效果 那这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声音档我们可能需要让它重复放几遍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一样先点选我们的声音档 得到效果 里面有一个重复 我们点一下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出现一个重复的视窗 那我们之后 这时候呢 我们先把参数设定为1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说 我们把参数设定为1的时候 它新的选取长度是为16秒 因为我们原本的音轨 它的长度是为8秒钟 所以我们重复一次 它会变成16秒 那我们重复两次 会变24秒 就是以此类推 那我们点选确定 当我们执行完重复的动作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原本的一个坡形图 它现在的长度是为24秒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重复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唐老师 好 我们谢谢魏同学帮我们介绍 那个声音档的弹入弹出 跟重复的动作 那各位同学刚刚在这个 魏同学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发现 那个原本的这个鸟 它可以因为弹入弹出 它好像鸟飞过来了 或飞走了 它会制造出这样子 那个鸟靠近 或者是鸟飞远的这个感觉 那重复的动作呢 它可以造成好像有一群鸟的这个感觉 一群鸟的这个鸟声的感觉 鸟叫声的感觉 那这其实都是透过这个声音档的 这个特殊的这个效果来制作出来的 那除了这个简单的这个单声道的 声音档的制作之外呢 其实在这Audacity软体里面呢 它还可以去做一个混音的动作 混音的动作 那顾名思义的混音 它需要将两个以上 两段以上的声音档呢 去做一些搬移 去做一些静音 去做一些重制 甚至增加混音的这些功能 那在我们制作这个混音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必须要 至少要先开启两段声音档 那两段声音档之后呢 各位同学可以去试试看 两段声音档之后的搬移 静音重制或者是增加回音 可以将这两段声音档混合在一起 那混合之后 创造一个多声道多频道的一个声音的效果 那我们将时间交给魏同学 帮我们示范一下 如何利用Audacity的软体 去制作这个混音的效果 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混音的功能 那首先呢 我们先开启一个声音档 那接着呢 我们要汇入第二段的声音 那我们这时候 要从工程里面的汇入声音档案 去做一个汇入的动作 那我们这时候点选一个人声档 那我们这个档案呢 主要是要将人的声音 和音乐做合成 也就是说 有人声的时候呢 会有背景音乐在做播放 那当我们 两个档案都汇入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按一下播放键 做一个试听 那这时候呢 同学会听到说 我们有人声在讲话的时候呢 背景会有一段音乐在播放 那除了两个档案的火音功能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利用像是 毒咒或是精的功能 像是毒咒我们点选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说另外一个声音档它的 目前它的一个波风土的颜色是灰色 代表说它是精音的动作 那当我们点选精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音轨 它是呈现一个灰色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音轨它就是目前 待会要播放的时候 它就不会播放 那以上就是一些简单的混音功能 我们把时间交往给唐老师 好 我们谢谢各位同学帮我们介绍了 这个混音的功能 混音的功能 那这个各位同学从今天课程刚开始到现在 各位同学会发现 这Odacity这套软体它不只是免费的 它的功能其实还蛮强的 那有关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呢 各位同学如果有学习上的问题 请各位同学在面授的时候请教面授老师 好 我们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收看 今天多媒体应用的第16个讲次 好 谢谢各位 再见